屬偶的朋友在陽年的時間 曾經充正太歲 那便是電化最多 亦都在感情運上 可能很多離離合合 當然在陽年結婚的朋友 今年遇上天起星 可以有起 即是去年結婚 今年有起是可以的 如果在去年已經分手的朋友 今年便是重新開始的年份 無論在感情運上 或事業運上都是一個新的階段 幸好今年還有月德星 月德這個星是大的貴人星 更新的就是今年有小號星 小號是小的破財星 可以化解的 我們可以買一些 平時不捨得買的東西 所謂破一下歡喜財去驗驗它 又或者做多一點點善事 都會令美的財運好一點 各大討論區 每天都有潛力潮聞 Facebook一早幫你精選了